这个女人看似在跳舞 实则在偷钱 她边跳边抓起钱 扔进身后的垃圾桶 由于被箱子挡住 她的小动作监控根本监测不到 严静女本是家庭主妇 丈夫被解雇之后从此一蹶不振 可家里还欠着几十万的巨债 严静女逼不得已 只能自己找工作 可缺乏职场经验的她 无奈去了联邦银行当清洁工 严静女在打扫监控室时 透过屏幕看到满屋子的钱 正在等待着被销毁 这时的她心里起了贪念 钱到了她手上 也是物尽其用 总好过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变成一堆纸屑 但银行的安保措施极为严密 监控分布在各个角落 银行职员上厕所都需要记录 而作为一个清洁工 连钱都碰不到 更别说偷了 这天 严静女推着购物车去超市扫货 突然看到货架上挂着一把锁 和银行保险箱上的锁一模一样 她想起搭扫卫生时 在屏幕上发现了监控死角 于是 在脑海中组织了一场 看似天衣无缝的窃钞计划 整个运输系统仅有三把钥匙 在粉碎室里的那一把 就是破解安全系统的其中一环 而破解安全系统最关键的一环 是人的欲望 负责销毁钞票的员工是她最好的帮手 她只需要找到一个钞票粉碎员 以及一个钞票运输员 就能成立切钞小分队 于是 她对银行里的工人进行了测试 最后找上了穷苦的黑妹 黑妹是一位独自养育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一直教导她的孩子们要为人正直 再穷也要有骨气 无论如何也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可当眼镜女拿出那把和银行一模一样的锁食 她还是向金钱屈服了 那只是别人不要的废纸 却能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育 被说服之后 眼镜女和黑妹一起 去找无时无刻 不再手舞足蹈的卷卷 她好像沾染了毒品 看起来很需要钱 是加入计划的不二人选 不出意料 她一听计划 那就两眼放光啊 对于如今生活在底层的三人而言 钱无疑是很重要的东西 窃钞小分队就这么愉快的成立了 三人在餐厅商定好行动暗号 便立即开始了行动 地铁站里的安检形同虚设 只要在钞票被放进粉碎机之前 将钞票搞到手 再把钞票塞进衣服里 想要带回家 那还不简单吗 无法在市场流通的旧钞 回收到银行之后 会有工作人员统一销毁 可如果在销毁之前偷拿一点出来 会发生什么呢 妹先负责用钥匙把锁打开 再由卷卷通过掩饰 骗过监控事前的眼睛 将钞票扔进垃圾桶 最后再由眼镜女假装倒垃圾 在厕所偷偷将钞票塞进衣服里带回家 三人是越偷越熟练 还壮大了组织队伍 这天窃钞小分队在团建 眼镜女的丈夫因为担心只包不住火而提议收手 但大家都不同意 人是贪心的动物 况且那可是钱呢 多多益善呢 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 怯抄小分队永不停工 就在众人沉浸在拿钱拿到手软的喜悦里时 意外却突然发生了 这天黑妹的钥匙掉下了洗手盆 锁早已被黑妹偷偷换过 没有钥匙就打不开锁 眼镜女在电话里让黑妹拖延时间 等卷卷用口香糖把钥匙包住粘在墙上 眼镜女再去取下来 趁人不注意把钥匙抛给黑妹 希望能够逃过一劫 宝洁大妈发现银行漏洞 仅用一个月就狂赚数亿元美金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呢 黑妹接到钥匙顺利把锁打开 但她忘记把原本的钥匙藏好 还是露出了破绽 一旁的保安把一切收进眼底 但一直暗恋黑妹的保安选择包庇 经过眼镜女和卷卷的怂恿 黑妹成功拉保安加入了队伍 在这之后 小分队的窃钞技术越发精进 法律界限也被抛在脑后 眼镜女吃巨资买了一个大钻戒 黑妹忍不住的在电话中嘚瑟 孩子在贵族学校上学 小男友用卷卷偷来的钞票买基金 这一切举动引起了调查员的注意 小黑只好把孩子们赶回房间 在房门外把偷来的钞票烧掉 卷卷直接炸了装钞票的房子 眼镜女则是提着巨款逃跑了 就算探员追踪到她面前 也无法对她进行逮捕 而三人最后竟全部无罪释放 他们难道真的就是法外狂徒 回到影片的开头 我们不难发现 这部喜剧片的背后 体现着对资本至上主义的批判 以及对当权者不作为的讽刺 都说戏剧源于生活 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 我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金钱观 别让社会消费了自己